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伯吉天卷联合出品的长篇悬疑有声小说《石宗罪》 作者蜘蛛 演播 骆驼 第125集 看到了这张广告 苏梅说道 哪个爸爸会账贴广告转让自己的孩子用来乞讨呢 梁教授说道 很显然 这是别人的孩子 包展说道 买二送一 贩卖转让儿童的广告 竟然贴到了大街上 真恐怖 话龙说道 如果凌迟需要保留的话 那些拐了小孩 弄残废了 用来乞讨的人贩子 绝对够得上这个酷刑 包展撕下电线杆子上的广告 小心存放起来 市局并不太远 大家步行前往 一路上看到不少乞丐 在一家超市门口 一个脏兮兮的男孩抱住了话龙的大腿 话龙对老婆婆说道 大娘 您过来看一下 这是不是您孙子 小男孩可怜兮兮的伸出手 要零钱 老太太打量一番 摇摇头 将一袋薯片放在了小孩子伸着的手心里 一个妇女躲藏在暗处 她神色慌张地走过来 抱起小孩 匆匆离去 走到一个十字路口 特案组四个人和老婆婆注意到 每道红绿灯 就有一群乞丐 蜂拥而上 向过往的司机讨钱 其中还有一个 头发乱蓬蓬的孕妇 背着一个婴儿 她用又脏又黑的手指 敲敲车窗 指了指后边的婴儿 指了指自己的嘴 啊啊乱叫几声 然后双手做一 乞讨钱财 看上去 这个乞讨者是一个哑巴孕妇 然而 这个孕妇看到后边车上坐着一个外国人 她就伸手敏捷地跑过去 丝毫不像身怀六甲的样子 哑巴女人将头伸进车里 竟然说话了 开口还是英文 Hello Morny 她的声音有些嘶哑 嗓子好像是堵满了灰尘 不停着说着这两个单词 车里边的外国男子微微一笑 递给她一张百元大钞 以往的案子都是当地警方请求特案组协助 而这次特案组要求助于当地警方 市局一把手接待了特案组 听完来以后 一把手表示会大力配合 他调出一部豪华房车供特案组使用 在机关招待所定了五个房间 一把手介绍说 阳城有大量的职业乞丐 根据调查 目前阳城是露宿街头的流浪乞丐 主要在中心城区 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年老的长者 大约10%属于疑似精神病人和智力残障人士 主要集中在兰沙 丛华 增城等区域 乞讨儿童主要集中在月秀 丽湾 天河等中心城区 超过一半的孩子也捡垃圾 商业区 旅游景点 车站是他们的聚集地 阳城 月西还有一个乞丐村 那里的乞丐和上班一样早出晚归 职业乞讨 一把手打来电话 叫来一个骗警 他向特案组介绍 说这个小马就是负责乞丐村的治安管理 他也熟悉流浪乞丐儿童的收容 救助 由他来协助特案组工作 华龙生气地说道 骗警 什么意思 我们大老远跑过来 你就给我安排这么一货 一把手为难地说道 今天都大年二十六了 警察也得过群结嘛 毕竟都忙了一年了 不少民警都已经放假了 现在确实是调不出更多的精力 还得维护春节治安 为全城百姓创建一个安定祥和的环境 打击两抢一道 消防 交通 安保 哪一项工作都要比寻找一个小孩极重要啊 梁教授表示理解 市局门前突然出现一群人闹闹哼哼哼地拉开横幅 这是一群讨心的民工 一把手拉上窗帘 哎呀 看见了吧 春节临近 悉情太多 你们先住下 过了年才说嘛 骗警小马 是一个五大三粗的人 他对市局交给他的工作 显示出一副不耐烦的样子 他开车 带着特案组四个人和老婆婆 前往市局机关招待所 一路上 他不断用当地方言 破口大骂 梁教授决定 不住招待所 特案组 直接进驻乞丐村 骗警小马嘟囔一句 七星 想要观察深渊 就必须跳进深渊 想要了解乞丐的生活 就要深入他们的巢穴 阳城有很多城中村 这是都市里边的村庄 各种贫苦彼此为邻 三教九流都聚集在这里 城中村是一个小社会 但是并不位于边缘 就像城市的烂窗和毒瘤 人员庞杂 治安混乱 有数据显示 阳城治安犯罪案件 80%是外来人员所为 而这些犯罪嫌疑人 有90%居住在城中村 这里是中国的贫民窟 脏乱 阴暗 逼泽 混乱 到处都是握手楼和接吻楼 即使是正午也不见天日 两栋旧楼的夹缝之间 一缕阳光都是如此的奢侈 这里就是江湖 在城中村 没被偷过这是不正常的 除了盗窃 还有专门敲诈的烂仔 他们向商铺收取保护费 城中村里还有两样新生的职业 一种是提供地下赌博活动的档口 另外一种就是在发廊 在街边拉客的小姐 在这种藏污纳垢之地 黑帮林立 帮派众多 盗窃 抢劫 诈骗 抢迫卖银 贩卖人口 赌博 黑工化 假币 假发票 每天都在发声 骗警小马 在乞丐村 找了一栋三室一厅的旧房子 作为特案组临时住所 在城中村 这算是非常好的房子了 小马离开之前 留下了自己的电话 他所在的派出所离此不远 出于安全考虑 房车也停在了派出所的院子里 小马叮嘱特案组四个人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没事 不要出门 骗警小马对话龙说道 你带的枪啊 一定要放好 放心吧兄弟 我从来不敢带枪 这里小偷太多了 屋中家具水电 一应俱全 窗外的水泥墙上 写着几行标语 不要在此大小便 倒垃圾者 丢雷楼某 狭窄的楼道上方 晓着内衣内裤 水滴在行人的头上 地面已经潮湿了很多年 特案组简单收拾一下 虽然情绪有点沮丧 但是这破房子 让他们有了一丝家的感觉 画龙看着窗外 想起了很多往事 他对这座城市 非常的熟悉 他潜入过 阳城贩毒组组织内部 在火车站广场 教训过小混混 打过黑市拳 在一栋闹鬼的旧楼里 住过一段时间 他还记得 那栋楼下的长春藤疯涨 爬到电线杆子上 形成了一道绿色的瀑布 过往行人要用手 扒开垂下来的织腕 苏梅说道 看来啊 咱们要在这过年了 老婆婆则说 这里啊 比俺家好多了 晚上给大家包饺子 这不快过年了吗 都得吃饺子 包展说道 过年了 当地的警察也不一定帮忙 他们是想让我们 直男而退的 梁教授说道 如果连一个孩子都找不到 那我们还叫什么特案组啊 特案组只有四个人 再加上一个老婆婆 人海茫茫 到哪里去找一个小孩子呢 画龙说道 有一个人 或许可以帮我们 谁 黑皮 黑道上一个朋友 阳城有不少黑帮团伙 火车站和汽车站 盘踞着一些黑恶势力 经过几次大规模的火拼 一个叫做邹光龙的人 成为了黑帮老大 黑皮本是邹光龙手下的一个马仔 一个黑士拳拳手 画龙曾经和黑皮打过一场黑士拳拳赛 两人的功夫不将上下 结为只有 邹光龙被捕入狱之后 黑皮名声渐响 取代了黑帮老大的位置 控制了阳城的客运行业 画龙说道 如果黑皮肯帮忙 动员整个城市的出租车司机 去寻找小担子 那么希望就会很大 苏梅说道 真是讽刺啊 咱们警察要求助于黑社会了 包展说道 当地警察不管事啊 画龙说道 有的警察想打就打 想骂就骂 伸出手就要钱 和黑社会有什么区别 把咱们就扔这儿了 黑道上混的 还讲点江湖义气呢 梁教授决定动用一切社会力量 画龙和包展 去找黑皮寻求帮助 苏梅负责联系 当地的志愿者协会 和义工组织 2007年 一对夫妻建立了一个 宝贝回家寻子网 专门帮助被拐卖 被遗弃和走失的 流浪乞丐儿童回家 这是一个不收取任何费用的 社会公益团体组织 很快就在全国各地 建立起了志愿者协会 千千万万的爱心人士 默默地奉献着 他们已经帮助了 168个家庭团聚 该网站的建立者 叫做张宝燕 2009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 荣获十年法治人物奖 我们应该记住这个可敬的名字 苏梅通过张宝燕 联系上了阳城当地的志愿者协会 会长是一名女大学生 竟然也住在这个乞丐村 特案组立即请她过来 这名女大学生名叫阿朵 带着一副近视镜 患有抑郁症 沉默寡言 但是极有号召力 她所在的志愿者协会 已经发展成了500名会员的 大型公益组织 阿朵问老婆婆 需要多少人 老婆婆没有说话 而是再一次下跪 阿朵说好吧 500人 明天我就动员所有志愿者 全部走上街头 阿朵的家就住在这个乞丐村 她目睹过大量的悲惨景象 一年前 她偶然看到一起 惨无人道的虐童案件 从此 她就开始关注被拐卖儿童 做了一名志愿者 那一天 阿朵喂养的猫 跑到了邻居家的阳台上 阿朵去找猫 在无意之间 窥视到了那地狱般 恐怖的一幕 邻居家有五个人 一个老乞丐 一个中年妇女 一个长发青年 还有两个小孩 看上去就像是一家人 两个小孩子都在哭喊着妈妈 旁边一个妇女 插着腰说 我就是你们的妈妈 小孩子嚎啕大哭 说你不是 我要妈妈 我想妈妈 老乞丐恶狠狠地 从牙缝里边挤出一句话 再哭 我就喝你的脑子 那个长发青年 拽过来一个小男孩 动作粗暴地按在地上 而另一个小男孩 用惊恐的眼神看着他 长发青年微微一笑 说他转过去 不许看 小男孩吓得 用手捂住了眼睛 长发青年用一只脚 踩在地上 那个小男孩的胳膊关节处 握住手腕 然后用力一掰 只听了咔嚓一声 小孩疼得嚎叫一声 昏死过去 他硬生生地 将小孩的胳膊骨掰断了 而长发青年 若无其事地 甩了一下头发 说 下一个 有声小说 十宗罪 由喜马拉雅 和伯极天卷 联合出品 作者之珠 眼波骆驼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您期待下集 听有声 选骆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